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福28日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三舰队指挥归亚历山大 John Alexander 中将今天表示 台湾能否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必须是美国政府高层做出的决定 目前台湾并没有提出参加演习的要求 由25国参与的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即将展开 亚历山大中将今晚透过电话举行国际记者会 他在回答本报记者问题时做了上述表示 亚历山大说 美国海军维持既有政策 美国有台湾关系法 如果台湾要参加这项军演 必须是由国务院或更高层级做出的决定 美国国会曾多次在国防授权法案中 要求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今年国会则明确在国防授权法中 要求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与这项演习 被问到今年环太平洋军演为何不邀请中国 以及中国缺席的影响时 亚历山大说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与环太军演包容 遵守国际法律及规范的原则不一致 美国高层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做法不符这项军演的宗旨 所以决定不邀中国 亚历山大说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在中国访问了48小时 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高层国防官员 马提斯非常明确的说 美国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但也会在必要时正面影响中国 中国在南海造岛并把武器置于其上 是不符国际法与规范的 不过他强调 海泰军演不是针对南海 不是针对任一个国家 而是与印太地区的伙伴一起训练 他说 中国缺席最大的损失 是失去和大家建立关系的机会 海太平洋军演是全球最大的海上演习 演习目的最重要的是建立关系 如果区域内有危机及人道救援的情况 甚至需要一起打击海盗 就可以向朋友求援 关系在这时候就发挥作用 美国第三舰队的司令部设在加州圣地雅各的落马脚海军基地 任务在在确保美国与友邦在整个环太平洋的海上贸易及石油交通路线的顺畅 全球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从1971年开始 今年是第26届 巴西 以色列 斯里兰卡与越南今年首次参与 而厄瓜多与土耳其今年首次派出观察员 巴西